这个内容 那么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他表达说呢 解除无数珍夫人的 委任的新闻稿 就是在刚刚的最新的 这个李慎雄律师的 一个声明稿 那么另一方面 还有个律师的这个动作 那么在今天 我们来看到郑文龙 郑文龙前往北索 探视陈水扁 在北索外 自称要爆料 劲爆的情姿 那么到底是什么 劲爆的情姿呢 他就说呢 特征组掌握 就是国民党高层 疑似涉嫌 贪党产数十亿 特征组呢 却不着手来侦办 而且搬出了 夜居兰苏珍昌 李毅阳的供词 强调他们都可以作证 有拿到陈水扁的钱 春节假期后 第一天开工 郑文龙探视陈水扁之后 面带自信笑容走出北索 预告要现场爆料 而且很劲爆 今天会很劲爆 国民党的 当初在处理党产的人员 现在是呢 位居部长以上的人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也贪赌了数十亿以上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资料了 特征组呢 为什么都不办 到底A国民党党产的是谁 到底爆料的内容怎么来 郑文龙说的很神秘 他有一个总笔录啦 也不是四大案的笔录 总笔录有十宗 里面的 所以陈正宗本来不知道 我今天带来给他看的 他知道这些什么样的反应 他就觉得很讶异啊 郑文龙只透露是企业家 向特征组爆料这项请资 边岸即将密集开庭 这个时候扯出国民党高层 疑似涉嫌贪毒 时间点很敏感 但要一起脱下水的 还有这些人 因为既然说 他没有收到新故乡文化基金会的500万 但是呢他有收到陈正宗给他500万 游锡坤的供词 游锡坤说印象中有拿一包钱 是陈正宗交给他的 苏贞昌说有 李毅阳跟他说 他们有收到2000万 所以苏贞昌也证明说是有 郑文龙拿着陈水扁的生压书 一页一页的翻着 指控特征组生压违法 看似胸有陈竹 掌握关键证据 准备在法庭一绝高下 最近训练秋运卢文永勤 SNG小组台报道